我们在非洲最危险的国家南苏丹 有幸记录到当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 里面有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还插着我们中国的国旗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乘坐了四次飞机 飞到了南苏丹的首都猪八 只为寻找传说中的丁卡巨人族 在我们寻找的路上 无意间发现了一大群人在聚会 好奇心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他们在干嘛呢 在这一直在螺着圈蹦啊 我这分成了两派 右边一派 左边一派 兄弟们啊 我在里边看到我们中国元素了呢 现在稍微有点混乱 每一个人拿一大棍子 感觉像跳棍子舞一样 可以去跳舞 你知道去哪里了 你看这个 山东高速 山东高速是我们他们唯一的路是山东高速给修的 对 他们这也是啊 你看看 看看 这个兄弟们都特别的开心 哇 坐着要冲锋了兄弟们 他们的舞姿也比较简单 这边美女 美女出发了 前面立着好多国旗啊 我看到有法国的 有肯尼亚的 我不知道中间的红蹄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啊 太阳 哇 来 哇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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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能找到中国元素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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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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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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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满达瑞族的 他们到底满达瑞族的一种节日 这个节日叫什么呀 这个节日 这个是咱们的一天 咱们重要的一个一天 哦 很重要的一天啊 咱们一起过来就会好 哦 OK OK 他们都拿着棍子呀 这边满达瑞族的 我来我来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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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是在比赛 我来我给过的过的 我吓一跳啊 兄弟们 突然就炸了啊 就去这一步 就去那边赢了 所以他们要去那边 OK OK 哇 兄弟们你们看懂了吧 哇塞 他这个摔跤是一种比赛 谁赢了谁往前走一步 你们你们啊就过来这边 啊 啊 你能拿过来 赢了以后可以过中间跳个舞 是不是 OK OK 然后就去那边了啊 交换啊 没有发现他们练摔跤 不是白练的 他们要比赛 他们要比赛的 对 他们要比赛啊 那一碗很棒 一碗很棒 我做英文 因为我只是一碗 哦 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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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非常高啊 但是他们都拿着棍子扛着大的东西感觉还是有点危险 对对 我也觉得稍微要注意点 我看看还有拿着那种大铁棍子的 对 我看这个 我可以拿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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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一下 我可以拿到这 这个 这个 坐的 哦 坐的 自在的小板凳 那是小板凳 拿到那小板凳吧 这个 OK OK 放到那 可以坐 那我可以坐 这个 那是 坐在那的棍子 拿一大棍子 还是安全感十多啊兄弟们 来来来 来来 花船 哈哈哈哈 他们这也挺有意思 而且这边 这边在这边摔跤摔赢了 会很受女生的喜欢 你看这边的女生 刚才非常的激动 沸腾了 整个爆炸 对 就成了 非常棒 这小伙伴啊 脸都涂着灰就来了 真棒 这美女身高有好高啊 来 那咱站过去就知道人家 一米八十五 就你这么点小豆子 人家一米八五的大根都好了 afraid me 非常帅 非常帅 特别害羞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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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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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保镖说了啊 可以给他们拍照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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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会儿要摔跤了 他一会儿要摔跤了 兄弟们 这是摔跤手啊 一会儿这哥们儿要摔跤了啊 兄弟们 就露出了胜利的表力 代表了南苏丹 那个小伙子啊 一会儿要代表这方要进行摔跤了啊 体重大概160斤左右 身高跟我差不多 一会儿要跟他们滚起来了 这是对方的另外一个民族的 两个摔了 兄弟们 准备了 哎呦 起了 我觉得啊 这是来自南苏丹的两位摔跤手 采方啊 与这个丹瑟方啊 现在急了 他们黄头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牛尿洗头的缘故导致的 好 现在啊 哎呀 项链影响了战斗 修整一下 把项链交给了裁判 我准备 这边能赢 因为他已经露出了胜利的表情 这小伙子啊 身高不合 但是很壮啊 在这个 两手沾满了当地的泥土 哇 开始了 哇 黑虎掏心 没成功啊 现在开始啊 哇 两个手缠斗起来了 开始抱腿 抱腿吹 头 抓住一只手准备 起了 没超着啊 抛了一空 看看啊 能不能来一个衣本 兄弟们 现在采放啊 准备寻找机会 哎呦 完了 双手都被控制住了 我说两人缠斗在了一起啊 这是难解难分 哇塞 两边的拉对抗 哎呦 现在合了 合了 就开始来 继续来啊 兄弟们 这是一场 难分高低的战斗 哦 现在 还套到了这个夜下 有包腿了 哎呀 妈呀 不行 要合 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战斗啊 哎 真的是打得太无聊了 以前俩人已经累了 好了 上去裁判了 叫开了 让他们做些休息一下 哎呦 太累了啊 太累了 他们就像打拳击一样啊 缠斗了大概有个 就有两分钟了 然后就各自回去休息了 没有完全非要分出出赢了 然后继续休息一会儿继续战斗 经过了解 这是一种南苏丹部落之间的比赛 其目的是为了和丁卡族 奴尔族等一决高下 据说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举办这样的角力大赛 获胜的一方 可以获得对方价值一千美元的 大脚牛石头 而大脚牛是男人取妻的关键 所以出于壮年的部落男人 都会参加这种淘汰赛 胜利的一方不仅能获得参赛资格 还能获得女生们的芳心 我们中国的国旗啊也飘扬在了南苏丹的战场上 他们这个摔跤的场地人 还有我们中国 缠斗了 兄弟们缠斗了 哦 来来来来 哦 开始近距离绝逐力量的绝逐啊 哎 爆肩没成功 哦 哎呦 小哥还是差一点 哦 输了 哦 谁先倒地 谁算输啊 哦 后面 后面 哦 红的赢了以后 这些人冲上去了 兄弟们啊 他们冲上去了 哦 他们的女生啊 抡着牛尾冲上去了 他们都 哇 够大 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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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你看看 哇塞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现在应该地表 我觉得外面应该温度有差不多40度 40度以上 又唱又跳 而且还要在这摔跤 他们的体能真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南苏丹的摔跤舞 也是他们的勇士 你们喜欢吗